回來了 這班去了韓國世界同軍帶露營的香港同軍 終於回來了 有人見到來接機的家人激動到哭 這個營期不可以說很輕鬆 就是比較辛苦了一點 然後整個過程可能會比較掛念家人 因為想快點回家 然後現在看到家人會 因為他們又哭 然後我又想哭 都會很擔心的 聽到他們更小的時候 幸好領袖有幫忙 幫我看著 請假都要來接機 李池同軍帶露營 上個星期二在韓國新聞今時揭幕 原定星期六結束 但是因為天氣熱和重患等問題 在短短五天已經有近千人就醫 英美等多支隊伍提早離營 最終因為颱風卡奴迫近 大會決定提早結束 想回過去幾天的經歷 這班剛剛下機的同軍 有很多話想說 因為我們那邊的天氣真的很熱 最高是38度 那天我們的活動是全部取消 吹過來的風都是三十幾度 而且因為它是平地沒有樹 太陽直射下去沒有一個遮陰的地方 第二點就是重患問題 重患問題真的很嚴重 你幾乎醫食住行陪伴你的 都是那些蜘蛛、草蠻、那些朋友 對 全身都是草蠻 有沒有看到它在哪邊 我可以說 我這個人是比較敏感的 我濕疹那些我兩年沒有起過 今次全部回來 很醜 其實會起一粒粒 有時候曬傷都很嚴重 每天看到的1199車 還要多是我們平時坐開的 在營區看到的穿梭巴士 然後我覺得它之後幾天都有改善 提供了這個冰水補礦力 和雪條給大家降溫 加多了這個帳篷和天幕給大家遮陰 其實有改善是一件好事 但是改善空間還很大 雖然他們就這樣說 如果再有機會 你們再去一次 會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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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因為起碼去到那裡 可以看到周圍 世界上周圍的人 同軍代表說 少過10名香港團成員 因為身體不舒服 要入住營內的醫院或者診所 而因為受颱風影響 所以決定提早回香港 這次其實是因為 都以成員的安全為先 當時做這個決定 當時韓國那邊的大會總營 其實都很不肯定 即是那個撤離 即是大天使 或者是大天使之後 那個節目的安排是怎樣 所以我們就會作出這個決定 早一點就沒有颱風的因素 早一點就純粹是熱 我們同軍其實以往都是露營 我們行山露營都是熱的 所以尤其是我們都在亞熱大地方 所以我都看得到我自己都是 即適應那個熱是難捱 但幾天之後其實都習慣了 香港同軍總會代表團 那次有大約460多名成員去韓國 星期三回香港的有近200人 剩下的大部分是領袖 也都會在這幾天陸續回來